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地于2021年10月7号星期四上午10点 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为张徐东同志遗体送别 根据张徐东同志遗院和亲属意见丧事从检 家中设有灵堂 虽然消息仍有在官方证实 但北京市市井山区八大陆甲一号院 确属解放军中部战区司令部所在地 而张徐东调任西部战区司令之前 职务是中部战区副司令 他去年12月才接任西部战区司令 据传他到成都上任仅两个多月 既因病请假回到北京养病 生于1963年的张徐东是辽宁丹东人 与中央军委前副主席范长龙是同乡 他入伍后长期在隶属原沈阳军区的第39集团军服役 在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任沈阳军区司令期间 张徐东曾任39军师长 后升任军参谋长 2014年初升任军长 2016年东升任中部战区副司令兼战区陆军司令 2019年10月1号担任庆祝建国70周年大会阅兵仪式的副总指挥 去年12月他接替已满65岁的赵宗祺出任西部战区司令 当月晋升上将军衔 由习近平搬售新军衔 不过张旭东任新职不过半年 今年6月就被西部战区副司令兼战区陆军司令徐启林取代 引起外界猜测 当时就传说张旭东因病去职 但当9月徐启林又被新疆军区司令汪海将取代时 外界对于西部战区司令频繁更换 更感到不可思议 张旭东患了什么病尚未得知 但已传出59岁的徐启林患的是癌症 在解放军中未退役因癌症去世的高级将领 不止一人 2002年12月刚卸任空军司令7个月的刘顺饶 因癌症病逝 享年63岁 据他获受上将军衔仅两年半 2006年12月时任中央军委委员的 袁海军司令张定发 因费癌病逝 享年63岁 他就任海军司令才三年多 是首名进入军委的海军上将 逝世时距离他卸任海军司令才不过四个月 张旭东的复告透露了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委员会 这个新机构 据悉该委员会与军改后新成立的 政军级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不同 是一个高规格但较务虚的顾问机构 专职委员多时已经离职 但未借零退役的高级降临 与台湾的总统府战略顾问类似 刚卸任的中部战区原司令 仪小光 原空军司令丁来行等 料都任辞职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方宣布习近平不去罗马 习拜会还有另一机会吗 据日经亚周报道 白宫周二宣布 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将前往瑞士 会见中国最高外交官杨洁篪 这表明双方正在寻求降温 周三在苏黎市举行的会议 可能为美国总统拜登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10月30号于罗马举行的G20峰会期间 举行的首次面对面会谈铺平道路 但彭博社周二报道称 中国外交官已通知20国集团同行 习近平不打算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G20峰会 但罗马并不是这位中国领导人 21个多月来首次出访的唯一机会 中方还准备于11月第一周 在塞内加尔举办中非合作论坛 这可能为习拜峰会提供另外一个机会 来自50多个国家的高层代表将出席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方面认为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活动 如果习近平准备前往达卡尔 而非承诺出席罗马G20峰会 这一迹象表明习近平正在寻求 美国对双方关系取得进展 做出更加坚定的承诺 拜登就任总统8个月 在经历了从阿富汗令人沮丧的撤军之后 他正在寻求新的外交阶段 拜登的贸易代表戴琪 周一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 政府将寻求重新与中国合作 而不是脱钩 戴琪表示 他将在未来几天与中国同行会面 以恢复贸易谈判 他说他将执行北京与川普政府签署的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但他也表示 我们的目标不是激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习近平一次都没有走出过中国 但毫无疑问 习近平希望参加的一个活动 就是中非论坛 自2000年以来 中非论坛每三年举办一次 该论坛一直是北京与非洲接触的主要平台 即将在塞内加尔达卡尔举行的会议 将是中非合作论坛首次在西非举行 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南图利亚说 虽然最初的计划是习近平通过视频发表演讲 但他很可能会亲自出席论坛 他说如果习近平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首次出访的国家是非洲 这将释放出一个巨大的带有象征性的信息 中非合作论坛一直是显示中国召集力的窗口 更多的非洲领导人选择参加中非合作论坛 而不是联合国大会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峰会 南图利亚说 2018年共有51位非洲总统 出席了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而两周后的联合国大会 仅有27位非洲总统出席 如果习近平出席了达卡尔的中非合作论坛 会与拜登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不与任何非洲领导人会晤 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的分析人士 一直呼吁白宫将重点放在非洲 尤其是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于今年1月生效之后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兰德利·希尼呼吁拜登访问非洲 他说总统访问是最崇高的敬意 拜登的国际访问将受到 非洲社会的热烈欢迎 拜登的前任川普 是自里根以来的第一位 在任期内不曾出访非洲的美国总统 推荐给您的清透 跟着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散播吞并台湾意图 令人不安 据自由时报报道 创立于1955年的美国媒体 国家评论编辑部发文称 忧心台湾有可能遭中国吞并 中国对台湾的意图 已经再清楚不过 威胁加剧会成为新常态 我们必须支持台湾 国家评论指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7月 在中共百年活动上发言 称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坚定不移的历史任务 中国9月派出117架次军机绕台 自10月初以来 中国则已破记录的军机数量 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数字已达150架次 包括12架次 具有核武攻击能力的轰炸机 国家评论认为 习近平正在对外散播他的意图 迫使台湾军队消耗资源 可能还想借此打击台军士气 中国官媒更毫不掩饰地宣称 还会有更多军机 中方则对于美台军售 外交接触 美方自由航行等事件表达不满 未来中国威胁加剧会是新常态 美方则重申对台承诺 接入磐石 国家评论提到 在中国不断威胁台湾之际 日本澳洲越来越重视参与相关军演 美国里根号卡尔文森号航舰上周在菲律宾海演习 日本驱逐舰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舰也都参与 现况是除非台湾军事能力提升 否则解放军吞下台湾的机会非常高 这令人相当不安 国家评论强调 中国阻止台湾参加联合国的所有活动 发起经济霸凌运动 透过虚假信息淹没台湾 这种加强化的军事骚扰手段 使台湾有可能遭中国吞并 中国的意图再清楚也不过了 我们需要做出相应的回应 中国下令银行优先提供煤炭能源公司融资 据自由财经报道 中国近期多省受限电影响 中国银行保险监管委员会周二五号下令 要求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优先向符合条件的煤炭和能源公司提供融资 以增加动力煤和电力的产量 解决中国冬季电力紧缩的危机 彭博社报道 近期中国为了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标 各地电力紧缩 部分煤矿企业难以获得融资 大宗商品价格飙升 引发中国官员对国内通胀和市场稳定性的担忧 因此中国监管部门严禁银行贷款融资 用于炒作或烘排煤炭钢铁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 同时禁止投资相关股票债券 避免影响商品市场的正常秩序 另外监管机构在同一份声明中还警告 严禁挪用各种贷款炒作茅台酒 普洱茶等奢侈品 借此打击资本 无序扩张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证监会一级巡视员曾长红被查 曾与多位落马官员有交集 综合媒体报道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 纪检监察组湖南省监委消息 中国证监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者保护局 原一级巡视员曾长红涉嫌严重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监察调查 在离开发行监管岗位近五年之后 60岁的曾长红被查 自1998年12月调入证监会后 曾长红先在计察局工作两年 2001年1月开始进入发行监管部工作 彼时A股发行制度正在从审批制 向核准制过度 作为负责发行监管的16年的老将 曾长红一直被认为是IPO发行的 实权人物 然而2021年10月5号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 纪检监察组湖南省监委 发布了曾长红涉嫌严重违法 接受监察调查的消息 中国官方通报没有提及 曾长红落马的原因 今年9月30号 海南省委员常委三亚市委员书记 佟道池涉嫌受贿 内幕交易案被提起公诉 佟道池被指控 在担任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期间 作为证券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 获悉相关股票内幕信息后 在相关信息尚未公开前 告知他人买入卖出相关股票等 中国媒探报报道称 佟道池任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期间 曾长红是他的下属 9月26号中共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 对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保监会等25家金融单位 党组织进行巡视 据统计今年以来 中国金融系统至少有29人落马 涉及金融监管机构 银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领域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感谢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